人生需要励志 愿你眼中有光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励志时间 当谈及21世纪的成功 我们必须承认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 而且相当复杂的 每个人的成功或失败 都受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 但无论在任何环境下 从事任何事情 心态都是极为关键的因素 因为一个事件的结果 往往是95%心态 加上5%的方法和技巧所决定的 这意味着心态是实现成功的基石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想法决定格局 心态成就未来 只要我们摆正自己的心态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就一定能够成功 并实现人生的辉煌 良好的心态 能帮助你取得成功 并实现自我价值 而消极的心态 却会摧毁你自己 心态对于个人的能力 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个人的能力 则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人们常说 聪明的人是先知先觉 普通的人是后知后觉 愚笨的人则是永远不知不觉 甚至事后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台湾励志大师陈安芝曾说过 最快 最简单的成功之路 就是向成功者学习 如果你没有取得成功 但别人却已经成功了 这说明他比你更优秀 此时应该向他学习 如果你总是抱怨 不服从 与他人对抗 实际上只会伤害自己 最终导致失败 相比之下 我们应该调整好心态 并向成功者学习 心态是我们自身主观 努力调节的结果 不同的心态导致不同的结局 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和成败 在这个世界上 成功者仅占3% 而一般人占据了97% 那么 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够成功 成为这3%的成功者 而绝大多数人 确然是平凡的一员呢 差别在于成功者具备强大的信念 和坚定的心态 同时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行动 因此 为了实现出色的人生 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只有这样 我们的生命才能更加充实 更加精彩 你不能改变环境 但你可以改变心态 整天抱怨命运 不如踏踏实实地努力 一 成就心态 要成就一番事业 首先需要树立成功的心态 即要有励志 敢梦想 敢挑战的勇气 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一位哲人说过 你的心态 就是你真正的主人 另一位伟人也曾说 要么是你驾驭生命 要么是生命驾驭你 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做棋 谁是棋师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心态都是至关重要的 成功是一件不易的事 我们不仅面对着外界的挑战 也要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 有些人在遇到困难时失去勇气 但成功者知道 即使失败也不能放弃 他们会继续奋斗 成功的道路是充满坎坷和曲折的 没有一番风顺的过程 甚至在抵达月球前 也会经历许多的挣扎 我们看那些成功者 通常在某个危机时刻 获得了人生的转折点 也认识了另一个自我 我们常说 富人喜欢创业 穷人喜欢打工 成功的人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 而失败者则会放弃 有些人把困难和不幸作为借口 但也有人在逆境中寻找前途 只有勇敢地面对困难 并用理智去战胜他们 才能成为命运的主宰者 二 学习的心态 学习是获取知识和技能的关键途径 它是实现梦想的基石 学习可以为我们的未来 添上一双翅膀 让我们的梦想可以实现 同时 学习也是给自己充电 补充能量的过程 只有先输入才能有输出 在21世纪 知识已经成为征服别人的必备武器 如果想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认知 也必须通过学习来实现 如今 知识更新速度极快 如果不学习就会被淘汰 在任何一个行业中 只有内行才能够在其中获得成功和财富 而要成为内行 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学习是实现个人成长和成功的关键途径 但要让学习变得有趣 需要采用多样化的学习方法 我们需要使用直观 形象 新颖的学习工具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还要我们对学习的积极兴趣 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应该正确分析内容 突出重点 分散难点 难度适宜 有一定挑战性 但不难以克服 根据个人主观意识 提出相应问题 并进行试读练习 以提高个人能力和素质 通过素质教育 我们可以不断增进学习心态 实现个人成长与发展 三 付出的心态 付出是一种因果关系 舍得是其中的关键 舍得的本质 是为自己做事的一种心态 它需要勇气去承担 而承担是成长的开始 成长是成熟的开始 成熟则是成功的开始 要懂得舍得的关系 舍得本身就是德 在事业中 为了成功必须先付出 付出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目的的付出 为了成就事业 谋求利益 另一种是无目的的付出 为了获得尊重 支持 得到别人的帮助 付出也是换取别人帮助你的基本条件 也许你的付出 不一定会得到全部认可和回报 但如果你不付出 就永远不会有回报 因此我们应该学会舍得不仅要有目的的付出 也要无条件的付出 这样才能建立起更多的人际关系 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成功的机会 施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句格言的确激励了 无数人奋斗向上 但是这也强调了付出的重要性 而在教育领域 教师对学生的付出 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 美国心理学家 罗森塔尔的一项实验证明 通过教师的特殊培养和关心 学生可以获得出乎意料的成效 在这项实验中 罗森塔尔在一所小学 对学生进行了智能测验 然后通过特殊培养的方式 帮助那些有潜力的学生 在六个月后的付试中 这批学生的成绩 比其他同学进步更快 罗森塔尔的实验表明 通过教师的付出和关爱 学生可以更加自觉努力地学习 从而实现积极进取的目标 因此 我们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不仅要关心帮助他人 还要激发他们的积极进取心 和良好个性的形成与发展 只要你真正地为他人付出 才能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 四宽容的心态 大度能容天下能容之士 开口长笑天下可笑之人 宽容的力量是巨大的 宽容可以使你的敌人越来越少 朋友越来越多 它能够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更加和谐 让我们与他人之间的隔阂不断缩小 化解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必须与各种人打交道 所以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非常重要 尊重和赞美别人并不意味着贬低自己 相反 它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赞美 在与他人相处时 理解和宽容别人可以减少矛盾 而不是让自己委屈 这种委屈只会让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沟通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只顾着要求别人理解和包容我们的错误 而不愿意理解和宽容别人 那么我们很难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包容 在与客户或朋友交往中 忍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 在生气的时候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保持冷静 尽量不做出激烈的反应 同时在认可别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大声表达我们的赞美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多的友谊 古语有云小不忍择乱大谋 在事业的发展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耐性的考验和磨练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人耐力 学会换位思考 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理解和体谅 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别人的心理 解决问题也就更加容易 记住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理解别人的苦衷 就能更好地把握别人的内心 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当我们包容别人的同时 也会得到别人的包容 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愉悦地达成 共同的目标 获得更大的成功 五 平常的心态 平常心态指的是一个人 在面对某件事或者自己的人生时 保持一种不以物喜 不以以悲的正常心态 如何调整个人心态 需要自己不断努力 及时处理事情 以疏通为主 以阻塞为辅 在做一件事情时 需要保持坚定的意志力 不被外界干扰而动摇 这样才能走向成功 与人相处也需要以正常心态来看待 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动机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做事和做人两方面 与朋友相处属于做人的范畴 虽然做事看似简单 但并不代表容易 因此 有时候心态决定了成功 就像孩儿总裁张润鸣所说 成功不是一次奇妙的决策 而是重复地把一个简单的动作完成好 这个简单的答案就是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了解他人的想法和需求 是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 因此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是通往成功之路的必备技能 人们更愿意交流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职业 企业 行业 产业等则构成了经济的命脉 职员 经理 董事 政府等在不同层面考虑不同的问题 因此需要灵活运用资源 创业并非仅仅只创立新公司 而是开拓与创新的过程 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运用资源 如此一来 会择百业随身 六 乐观的心态 人生之路并非坦途条 获得幸福之路并非心想事成 人生是能够开开心心的一生 相信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梦 一个具备乐观心态的人 能够坦然地面对挫折与失败 这是因为乐观的人有正确的看法 获达的性格也是乐观心态的一种表现 在面对困难时 悲观的人可能会退缩不前 最终与成功无缘 而乐观的人则是困难为自然的一部分 将与困难和挫折的抗争 视为人生的乐趣和事业必经之路 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挑战 最终战胜困难并取得成功 无论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怎样的挫折和苦难 只要不放弃 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乐观心态能够让我们更加豁达 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而且乐观的心态也是人际交往的基础 它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加和谐 更加稳定的人际关系 虽然积极乐观的心态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心理训练有目的地培养 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和积极乐观的人待在一起 从他们身上获得乐观情绪的感染 调动自己的积极心态 把消极的情绪抬挤出去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不要因暂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 相信逆境之后是顺境 冬天之后是春天 只要我们持续努力 坚持自我 就一定能够迎来成功的时刻 让乐观精神伴随我们一生 我们的事业必定会获得成功 七自律的心态 成功的人必定是高度自律的人 他们对自己有着高标准的要求 自律能力可以通过培养来提高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自律调整吧 首先 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外在形象 以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和气质 虽然一个人的品质不能完全从外表看出来 但仪表可以体现出个人的层次 如果一个人的仪表 气质 修养缺乏自律而出现失误 虽然可以逐渐纠正和提高 但这种失误会带来永久的损失 因此 我们首先需要自律 自强和自信 没有自律很难达到自我提升 没有自我提升难以产生自信 而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 其品质就不会优秀 任何人都无法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 获得并保持成功 即使是拥有过人天赋的领袖 如果不自律 也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到极致 自律是促使我们不断向着高峰攀升 并保持能力卓有成效的关键 如果一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心情 和眼前利益而行事 那么不仅不能取得成功 也难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追随 完成重要任务 需要两个不可获取的伙伴 计划和时间安排 作为一位创业者 时间非常宝贵 因此必须制定计划 如果我们能够区分出 哪些任务最为重要 有意识地放弃其他琐事 那么就能够集中精力 完成首要任务 这正是自律的基本要素 学习高度自律的成功者 会发现自律不应只是偶然行为 而应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要培养自律的生活方式 首先要破除找借口的倾向 正如法国古典文学作家弗朗格所说 我们所犯的错误 几乎都用理由来掩饰 如果每个人都有几个 令他们无法自律的借口 那么就必须认识到 他们只是一堆无用的借口罢了 如果想成为更有成效的创业者 就必须对借口提出挑战 幽默作家杰克森布朗 曾经用这样的比喻 来描述缺乏自律的人 缺少自律的天赋 就像八爪鱼穿上溜冰鞋 看似在不断运动 却不知道是前进 后退还是原地打转 八感恩的心态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我们应该感恩 所有可感恩之人和事 包括坎坷 困难 敌人 对手等 因为任何事物都不会独立存在 我们的存在离不开周围的一切 没有人有义务帮助我们 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帮助 所以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我们的生活中 有太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和人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感恩 以平等的眼光 看待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个人 一个人要学会感恩 学会对生命 都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样才能真正快乐 羊有贵乳之恩 鸦有繁补之恩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侄子之手 余子偕老 这些都因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才芬芳富裕 相择万里 感恩伤害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磨练了我们的心态 感恩欺骗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增进了我们的见识 感恩遗弃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教导了我们应该自主 感恩绊倒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强化了我们的能力 感恩斥责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助长了我们的智慧 感恩藐视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觉醒了我们的自尊 凡是学会感恩 感恩所有使你坚定信念的人 感恩可以使我们在失败时看到差距 在不幸时得到慰藉 获得温暖 激发我们挑战困难的勇气 进而获取前进的动力 换个角度去看待人生的失忆与不幸 对生活时时怀有一份感恩的心情 就能使我们永远保持健康的心态 完美的人格和进取的信念 感恩不仅是一种心理安慰 更不是对现实的逃避 更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感恩是一种歌唱生活的方式 它来自对生活的爱与希望 就像在水中放一块小小的冥帆 可以沉淀掉许多渣子一样 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培养一种感恩的思想 就可以沉淀许多浮躁 不安 消融许多不满与不幸 感恩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